然後這邊用Lambert就好了 Lambert拖拉過來之後 要特別注意喔 對齊因為它是Relative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它的箭頭 箭頭的話是對齊什麼 對齊上面的部分 那對齊上面部分 然後呢 底下一樣 一個Button 這個Button用原來就可以了 那底下的話再多拉一個什麼 多拉一個 Text View 拖拉過來對不對 然後呢 對齊的話我們也對齊什麼 對齊上面這一個 另外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拉寬一點 寬度的話你可以對齊上面這一個 那高度的話特別重要 你高度一拉可能會 這個它的視窗設計的部分 不是很好 它會整個跳到上面去 所以如果你要拉高度 注意一下就是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就是Layout的Height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按Others Other部分的話 可以用輸入的 那輸入部分的話呢 就輸入100 單位的話上面是DP DP的話是解析度 那不過解析度可能會因為不一樣的手機有不一樣的解析度 所以呢 單位DP是絕對的解析度 絕對的 Pixel 那每一隻Pixel都不一樣 所以可能看到不一樣 所以 那個Google在設計的時候他又另外一個叫SP SP也是Pixel 可是是相對 相對的那個 那個那個Pixel 所以 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DP 是絕對的 這個項數 一個是SP 是 上面是絕對的 下面是相對的 所以一般當然Google比較建議是用SP當然單位 OK 所以我們用100 SP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我們界面就產生了 那產生之後的話 基本上 其實 我把它先放大 這邊當然 基本上 我們的 蓋藥這邊也會出現 然後我們的